一定是世界第二殘的国家 就是中国最殘 接着下一定是台湾 但我们现在还守住第一关 就是因为各位的出力帮忙 所以我要向大家鞠躬敬礼 谢谢 行政院长苏贞昌对药师与药生 深深的易鞠躬 面对武汉肺炎全球蔓延 台湾防疫坚强 出乎各国预料 就连口罩实名制的购买方式 也被韩国媒体赠扬 武汉会员发生 全世界同样面对 但今天韩国的民众 排长龙在买口罩 破口大骂 他们的媒体说 应该学学台湾的口罩实名制 这就可见 因为有各位的帮忙 台湾这个做法 让世界觉得 台湾是可以学习的国家 台湾能在短时间内 完成口罩实名制 有赖于健全的健保制度 以及全台药局的配合 站在第一线指挥疫情调度的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以及有医学背景的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给予药师和药生勉励 我相信所有的先进 大概跟我的心情 跟我们防疫整个行政院的 反对大家的心情都一样 国家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我们学习 学习 学习 担这些国家最重要的 你不但把这个实名制 更起来做 也带动这样一个服务的热忱 跟社会合作的气氛 我相信这几节想要紧 而且在我们历史上 会留下一页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药师官会 责任扛贷 愿意扛起所有的责任 来协助政府 即将上路的 就是27日儿童口罩的购买放宽 13岁以下儿童 不受身份证号尾数限制 一周七天皆可购买 每人一次最多可持 三张儿童健保卡购买 新智上路 全台6000多家药局 严正以待 新唐亚太电视 持千里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